穿着15厘米的高跟鞋 走在史莱姆上 会是什么感觉呢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讨战吧 先来DIY一份巨大史莱姆 大半瓶水便选下去 加水 它真的是加多少水吸多少水啊 这个趣感很好玩啊 小美刀是我们的大力选手 咕咚咕咚把它倒进去 倒多多 快弹掉了 今天天气那么好 我们就做一个黄色了 好兴奋哦 我都没玩过这种史莱姆 好好玩啊 这感觉好像在弄一盘冰沙 就是一盘芒果味的冰沙 这黄色好显黑 来我妈祖传的后面手法又上线 这个一会儿一定特别好玩 完成了耶 哇真是好Q好糖 好好玩 现在我们准备把它铺在地板上 哎呀我的史莱姆拿到终于铺好了 我们两个谁先来 一起来我们一人穿一只 才不要呢 我肯定能走得比你远 毕竟我往史莱姆多年 我还会当过摩特呢 走过梯台 我觉得我好高啊 我先来吧 首先是花田申请出站 哎呦 滑吗滑吗 哎呦 小心小心小心 哇我们走对耶 你看你看这个多重 沉重的脚印 哇你看脚印是这样子的 我这体重肯定没过来 但是好神气哦 踩上去很软 一点都不滑 感觉家里可以搞个这种地坛 大头申请出站 啊这样后踩 感觉怎么样 滑滑滑滑滑滑滑 他脸滑 踩一下看下怎么的感觉 舒服吗 滑真的 那种 踩在石上的那种酷感 总的来说呢 穿高跟鞋走在史莱姆上面呢 就有一种踩石感 嗯嗯 那这样子咯 知不知道